玉里镇松普里2号晚间传出了火警意外 一栋铁皮屋不知何故突然起火燃烧 接获命中报案的警销人员是即刻到场池圆 确认没有人员伤亡之后是积极控制了火势进行残火处理 而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消防火雕科也正调查中 猛烈的火势迅速吞噬这一栋低癌的铁皮屋 警销人员到场即刻池圆喷水灭火现场一片狼藉 2号晚间玉里镇松普里这一栋铁皮屋突然窜出大火火势猛烈 接获命中报案的警销人员到场 确认现场无人受困伤亡的同时 也阶级控制火势不致蔓延到邻近住家 不一会儿的功夫警销人员全面控制火势 清除残火不再复燃 消防队到达现场后确认不能受困 火势很快速控制 在火势控制后进行残火处理 晚间这一把无情大火烧毁了整栋铁皮屋 而至于详细起火原因消防火雕科也正调查中 记者是预兰预理阵采访报道